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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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将会增加94个客货运停机位 2030年后我们可以继续按需求增加停机位 为了配合新的客运团 机场的处理能力将足以应付2030年 甚至其后的预计需求 让香港可以巩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和提升竞争力 而机场亦都可以继续支援香港各大支柱行业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及经济价值 现时赤立各机场有两条跑道 机管局说若果只是扩建 就要花234亿港元 那怎样扩建呢 机管局说会扩建客运大楼 增设20个货机和20个客机拍位 这个方案估计每小时 最多容许68班机升降 比现在多7班 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 到2020年左右 赤立各机场亦都会再次把握 借每年容纳42万班机升降 双跑道方案所需的投资较少 以2010年价格计算 初步估计是234亿港元 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对较少 但只可以应付到2019年 或最迟是2022年航空交通的需求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填海 只是需要将北跑道限制为子宫降落 而南跑道就会用作起飞 而这个方案也会带来 432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 建议兴建的第三条跑道 位于机场以北 和现时两条跑道平衡 需要填海650公顷 到时候机场岛的面积会扩大一半 填海的地方除了轻建跑道 还有滑行道和停机坪 计划还会改造2号客运大楼 旷建旅客捷运列车 和提升行李处理系统 整个项目投资额达到862亿元 如果以付款当日价格计算 造价高达1362亿元 机管局表示 如果建筑期长 造价可能会再高一些 下一个阶段的过程 就是要做幻平 在幻平的阶段 会可能会出到很多要求 我们要符合 才可以落成这个计划 在这些要求之中 会一定对造价有影响 将来我们的 Tender Price Index 通胀的影响会很大 因为建筑期都很长 这个阶段来说我们有个预算是会有某一个幅度的增升 但到头来是不是这样的增升呢 在这个阶段我们都不可以确定的 到头来我们今天这个数字是想给大家知道 两个方案的选择 一个是造价比较便宜 另一个方案就是比较高 高多少呢 就算我们说这个数字加减20% 都不影响我讨论的 机管局又说 新跑道建成后 可以满足至少未来20年的航空需求 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 达到9120亿元 如果只是维持两条跑道 就只有4320亿元 而如果落实兴建第三条跑道 可以在大约11年后运作 建造第三条跑道要800多亿 钱由哪里来呢 资讯文件提出多个融资方案 第一是向游客收取建设费 实行用者自付 第二是由政府给 或者政府借钱 又或者由机管局在市场融资 机管局会负责三分之一 即近300亿 其余建议由政府撥款 贷款 发行债券 又或者引入私募基金投资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就是希望在公帑那里 用得越少越好 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下 有什么最理想的一个组合呢 那会不会有一些是从股息 又或者用机管局 它本身的收入的能力 也都可以从市场融资去借贷呢 目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比机管局的信用评级是AAA 也就是最高的评级 有财资市场人士认为 有利机管局以较低的息借钱 针对银团和发债来说 其实这两件事对于机管局来说 都有优势 因为现在在世界上来说 评级有3个A来说 实际上不多 香港和机管局分别都拿到这个评级 所以发债水平来说 实际上可以很低 包括点低法 如果去到5年、10年来说 相对机管局可以发到的水平 都是大约3厘多到4厘左右 但他指出 如果机管局选择发债的话 也都有好处 就是市民也都有机会参与 而透明度也会较高 建议兴建的机场第三条跑道 要填海650公顷 令机场岛的面积比现在增加一半 环保团体长春社就说 跑道的填海范围 是中华白海豚经常出没的海域 冬季最多的时候有大约200只 计划兴建的港珠澳大桥 再加上机场第三条跑道 会严重威胁这里的海洋生态 那里其实是中华白海和江团 是最活跃的地区其中一个热点 所以肯定会威胁到他们的活动空间 当年在这里建机场的时候 也都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究竟政府是不是有 好像当年那样 什么都不做 就是这样照填下去 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 机管局承认 兴建第三条跑道对环境影响较大 不过就会用新技术 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是有40%左右的地方 是覆盖着目前的污泥坑的 所以它本身环境都不是太好 我们用新的填海方法 令到在过程里面 令到水质受到的影响 是应该减到最低的 有学者说 现在赤立各机场的两条跑道 每条长4000米 两条跑道相隔1500米 认为新的跑道 不用起到好像现在两条跑道那么长 建议新跑道只需要起到2800米长 同现有跑道 也都只需要相隔500米 可以减少填海 将会对环境的影响减到最低 香港现在大概超过三分之一的航班 基本上是用小的飞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说 很大可能性 兴建一条短的跑道 即是2800米的跑道 已经是足够 最近的港珠澳大桥环境风波 令到多项大型基建工程都要延迟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宇华说 没必要将基建和环保放在对立位置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 可以推动基建发展 而未来法定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 必定会遵守法例所要求来进行 参照